祂心中的农月万代长存 祂为救他们免于死亡 在希望中养活阿们 应父及自己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与你们的心灵同在 今天我们庆祝耶稣圣心节 耶稣圣心代表天主对我们的爱 这个经理在教会的历史中慢慢的发展 不是马上就有 特别是中世纪的时候 透过一些圣人他们所得到的私下启示 天主告诉我们 他非常爱我们 那这里我特别提到两位圣人 圣罗王欧德还有圣利的安朗格修女 他们两位是第十七世纪的圣人 他们也鼓励其他的教友 敬礼耶稣身心 后来1856年 放地钢把这个节日延伸到全世界 我们感谢天主他非常爱我们 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 虔诚的参与圣道理 我向天上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思严心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得重罪 为此恳请众生同正圣王爷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请求善主 我们的天主 便全能在天主吹点我们 赛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用伤 阿们 圣主求你吹点 圣主求你吹点 基督求你吹点 尽力不求你吹点 上主求你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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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在天受光荣 主爱的愿 主爱的愿在世相平寒 主天主 天上的君王 全能的天主神父 我们为了你吹点 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 天主 天主烈담 天主的道要 神父之子 主面是罪着 求你吹点我们 主面是罪着 求你吹点我们 圣地祈祷 坐在神父之有者 求祢最怜我们 因为只有祢是圣地 只有祢是主 只有祢是指导物上帝 耶稣基督你的圣神 同向天主圣父的光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全能的天主我们经历你 钟爱之子的身心时 也怀念祂对我们的无限慈爱 和所施予的恩惠 求祢使我们从这天的圈圆中 汲取丰富的圣宠 以上所求是靠祢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 阿们 公图 厄泽克尔先知书 五主上主这样说 我要亲自去寻找我的羊 我要亲自照顾我的羊 牧人在羊群失散的那日 怎样寻找它的羊 我也照样寻找我的羊 我要把那些 曾在阴云和黑暗之日 四散在各地的羊 从那些地方救回来 我要从各民族中 将他们领出 从各国将他们聚集起来 领他们回到自己的地方 我要在以色列的群山上 西水畔 以及本国所有的牧场上 牧放他们 我要在茂盛的草原上 牧放他们 在以色列的高山上 有他们的羊站 在那里 他们要卧在舒适的羊站里 在以色列的群山上 在肥美的牧场上吃草 上主说 我要亲自牧放我的羊 亲自使他们卧下休息 失落的我要寻找 迷路的我要领回 受伤的我要包扎 病弱的我要治疗 肥胖和强壮的我要看守 我要按正义 牧放他们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是我的牧者 我实在一无所缺 上主是我的牧者 我实在一无所缺 上主是我的牧者 我实在一无所缺 他使我气息在翠绿的草地上 又领我走进幽静的溪水旁 他使我精神振奋 体力恢复 上主是我的牧者 我实在一无所缺 为了光荣他的名 他领我踏上了正途 纵然我要走过阴森的幽谷 我也不怕凶险 因为有你与我同在 你的牧杖和牧棒 使我欣慰舒畅 上主是我的牧者 我实在一无所缺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宴席 在我头上富有 使我的悲绝满意 上主是我的牧者 我实在一无所缺 在我一生的岁月里 常沐浴在你的恩宠与幸福中 在我有生之年 我要常住在上主的殿里 上主是我的牧者 我实在一无所缺 公读圣保禄宗图至罗马人书 弟兄们 天主的爱 已经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神 倾注在我们心中了 当我们还是软弱无助的时候 基督就在锁定的日期 为不前进的人死了 几乎没有为一人而死的事 为善人死或许有敢做的 但是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就为我们死了 这证明了天主是怎样爱我们 现在我们既然因他所流的血而成义 也要借着他免遭天主的义怒 因为我们在做仇敌的时候 尚且因他圣子的死与天主和好 那么在和好之后 一定更要因着他的生命而得救 不但如此 我们现在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与天主和好了 还要借着他因天主而自豪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阿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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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雷路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主与你们同在 共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会与你 那时候耶稣给法利塞人和经士讲了 这个比喻说 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 失去了一只 而不把九十九只留在荒野 去寻觅那失落的一只 直到找到为止呢 找到了就高兴地把它放在肩上 回到家中 请朋友和林人来对他们说 请你们和我一同欢乐吧 因为我失去的羊又找到了 我告诉你们 因为一个罪人悔改 天上也要为他这样欢乐 比为九十九个 无需悔改的义人 欢乐更大 上主的圣言 祝我们赞美你 今年的耶稣身心节的三道礼仪的部分 提到羊 耶稣是牧人 我们的牧人 我们是他的羊群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 我们也看到天主对我们的很大的爱 他愿意照顾我们 保护我们 不过在我的今天的分享里面 我想提到另外一件事 在今天的读经二 这是圣保路宗徒之罗马人书 有一句话 吸引我 所以我想跟你们分享 就是读经二的第二句话 这个是罗马人书第五章第六节 当我们还是软弱无助的时候 基督就在锁定的日期 为不前进的人死了 这句话里面 圣保路两次提到时间 我们信仰方面 时间非常重要 当然我们知道才知道 我们用我们的想象力 我们的神学来说 天堂不会有时间 在天堂我们不会用手表 或是手机 一直看现在几点 在天堂我们会不断的庆祝 跟天主在一起 很快乐 不需要看时间 不过我们在这个世界 还是需要看时间 时间非常重要 那这里圣保路在前面提到 当我们还是软弱无助的时候 软弱无助的时候 我们自己常常会体验到 有这样的时间 我们好像离天主 我们好像离天主比较远的时间 我们很明显的犯罪的时间 这个是很具体的时间 就是那时候我离开天主 不想跟他在一起 后来后面圣保路提到 基督就在锁定的日期 为不前进的人死了 锁定的日期 这个也是时间 这是天主宣的时间 希腊文就是kairos 非常重要的字 不只是时间 是好的机会 妥当的时间 救恩的时间 天主监选的时间 他定的 所以天主会决定什么时候 用什么方式救我们 我想到有一段时间 我对建主很有兴趣 然后有一次我看到 一个一部短片 就是介绍 盖木屋 木头做的房子的过程 那一开始他们提到 这个木头 当然要选好的木头 还有呢 砍树的时间也很重要 所以他们说最好就是 在欧洲可能冬天 最适合 不只是冬天 还要选这个月亮很大 圆月的时候 真的他们这样讲 应该是真的 的时候往上要砍树最好 后来这个木头不会坏掉 不会马上坏掉 可以保存几百年都不会坏掉 也许是真的 所以时间非常重要 是天主宣定的时间 我们呢 我们要做什么 这要等天主来救我们吗 其实每天 对我们来说 每天是好的时间 悔改的时间 我们每天可以打开 我们的心 准备接受天主给我们 很大的恩宠 我们的心 在耶稣三星节 我们特别感谢天主 祂对我们的爱 也勇敢地到天主面前 表达我们祈祷的意向 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继续保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残活 主愿以身宠充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决以你的旨意为众生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相爱你 我们决意把各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圣明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 其出色人圣明的把握 终身是共鸣 主请以你的宠爱 祝你把为师天的安慰者之神 祝福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 求是我们欣慰及宵爱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超见及明大之神 阿们 求是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主求你是一切信仰你的人 坚弃成见扫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诚意使一切居住居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教会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以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然 愿你的多爱你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赔我们日游的食粮 求你贪述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救我们严于凶恶 阿们 愿天主降福我们 让我们好好的把握 天主赐给我们的时间 愿主为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同在 愿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阿们 圣道礼礼成我们去传播福音吧 感谢天主 感谢天主 此万代守 家上好学生 有些生命 此爱和生